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搬逃到朝鮮的美國士兵信息公佈 子丹福校長因涉嫌操縱論文數據辭職 紐約市將在邊境發傳單阻止移民湧入 多年來首次紐約地鐵公交全面獎價 聯邦法官駁回特朗普重申請求 阿里桑那連續高溫,吐民吃不消 英靈流禁止五個州員工佩戴口罩 美國時間7月19日,據ABC新聞報道 星期三,朝鮮繼續對前一日穿越朝韓邊境 遵入該國的美國士兵的狀況保持沉默 而有關這名23歲陸軍二等兵的更多細節浮出水面 據報導,該名士兵被確認為23歲的 美國陸軍二等兵特拉維斯金 根據陸軍發現人布萊斯道比提供的信息 今自2021年1月起,一直在美國陸軍擔任騎兵 政策兵沒有任何部署 金在美國軍隊服刑期間獲得三枚徽章 包括國防服役徽章、韓國國防服役徽章和海外服役徽章 根據政府高級官員介紹,金最近剛剛從韓國監獄獲釋 去年9月,金在首爾一間俱樂部 喝酒時多次嘔打他人的臉部 據韓國媒體報導,金還踢開了一架警察巡邏車的車門 金營滿後,在7月10日從拘留所釋放 在軍方護送下,前往首爾郊外的人村國際機場 準備返回美國接受可能的進一步紀律處分 然而金沒有前往登機口,而是加入了 一個參觀板門店共同警備區的商業旅行團 美聯社指出,金是五年來首位被朝鮮扣留的美國人 也似乎是五十多年來第一個半途去到朝鮮的美國士兵 聯合國軍司令部星期二在Twitter上證實了這個事實 請日明的美國人在聯合安全部隊的介紹之旅中 未授權越過軍事分界線進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聯合軍司令部在Twitter上表示 我們相信他目前被朝鮮扣留 並正在與我們的朝鮮人民軍唐國雄恆合作解決這件事 白宮新聞秘書楊皮艾爾直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聽取了有關情況的通報 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國務院正在與聯合國合作查明更多信息 並且解決這個情況 皮艾爾拒絕透露拜登政府將花費多少認知資本 來確保這名士兵安全返回美國 美國時間7月19日 據美聯社報導 Stanford大學校長塔西爾·拉維尼 星期三表示他仍會辭去校長一職 原因是此前一個科學家小組審查發現 他參與的研究論文存在操縱研究數據的行為 據報導 拉維尼在被學生和教職員工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將會在8月31日辭職 不過他仍會留在史丹福大學任教 審查小組的報告確定 作為神經科學家的塔西爾·拉維尼 參與撰寫的科學論文中的數據被操縱 儘管該報告沒有發現證據表明 拉維尼知道或參與了他在實驗室中發生的學術不斷行為 該審查評估了拉維尼撰寫的12篇論文中的5篇 這些論文由他擔任主要作者 拉維尼表示他知道5篇論文中的4篇存在問題 但承認採取了不夠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 他表示將會撤回其中3篇論文 並且糾正其中2篇 美國時間7月19日 據美聯社報導 紐約市將在微墨邊境散發傳單 高蘇新抵達的移民 效率另一個城市 並將尋購卑護的成年庇護者的庇護 停留時間限制為60日 紐約市市長艾克里·亞當斯 星期三表示 隨著每日遊住蘇巴明的移民抵達 紐約市將開始提前60日通知該市庇護系統中的聖年 尋求庇護者尋找其他住宅 亞當斯說 新政策自在為有孩子的移民家庭騰出空間 他說社會工作者將會幫助被要求搬出的移民尋找住房和其他服務 而那些在61日找不到替代住房的移民 將會必須返回收容所 並且重申申新的安置 亞當斯在市政廳新聞發布會上說 我們現在必須採取額外措施 為繼續前來尋求庇護的有孩子的家庭創造空間 他補充說我們的目標是沒有孩子和家庭牢索解頭 紐約市表示 至去年春天以來 該市已為9萬名的移民提供了服務 其中近5萬5千人仍然在接受照顧 亞當斯在2022年10月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並呼籲拜登政府提供更多資源 並幫助移民獲得工作許可證 據了解紐約市計劃在邊境山法的新傳單 強調了移民前往紐約時 將會遇到的住房、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高昂成本問題 美國時間7月19日 據紐約時報報道 星期三大都會交通局MTA董事會投票決定 在8月20日之前將紐約地鐵和公交車的票基本價 從2.75美元提高至2.9美元 這是百年來首次 自從新冠疫情導致紐約市地鐵乘客量大幅下降以來 MTA一直沒有提高坐車價格 原因是擔心更多人會放棄公共交通 這次除了決定基本票價上漲之外 沒有辦法充實的單程票由3元掌至3.25元 無限制的州票和月票價格將分別掌至34元和132元 比目前價格分別高出1元和5元 MTA介紹說快速巴士的基本票價將由6.75元增至7元 而7日快速巴士通行證將由62元增加至64元 美國時間7月19日 據ABC新聞報道 紐約一名聯邦法官拒絕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將他封口費刑事案件 而交聯邦法院的請求 阿爾文·凱勒斯坦法官在星期三的裁決中寫說 特朗普未能證明起訴書指控的行為 是針對總統或為總統而總統的官方行為 為仿置實施的任何行為或與之相關 卡洛爾的律師星期三表示 既然法庭已經駁回了特朗普 重審或減少賠償金額的動議 卡洛爾期待能得到陪審團裁定給他的500萬元的賠償金 另一項裁決是在美國司法部 拒絕保護特朗普免受誹謗指控 一個星期後做出的 流轉了拜登政府初期追據爭議性的決定 卡洛爾星期三提起訴訟誹謗 當時時任司法部長比爾巴爾站在特朗普一邊 表示這位前總統一直在他的總統職權範圍內行事 另一個變法無意讓官司前身的特朗普雪上加霜 目前特朗普正在應對曼克頓致付封口費的刑事指控 涉嫌妨礙及故意保留佛羅里達州度假勝地高度機密文件的聯邦指控 以及阻止亞洲大陪審團對其試圖推翻該州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的調查 另外特朗普星期二表示 他收到司法部的消息稱他是大陪審團調查 推翻2020年大選努力的目標 美國時間7月19日 美國第五大城市鳳凰城已經經歷了最低氣溫不低於90華氏度的第九日 該地區日頭的氣溫已經連續20日沒有降至110華氏度以下 專家表示 這個情況預計8月前不會出現緩解 據鳳凰城國家氣象局報道 星期三早點的時候 該市創下了有紀錄以來最熱夜晚的歷史紀錄 晚間最低氣溫為97度 危險的高溫也為醫院帶來了負擔 在Fairly Wise Health醫療中心 一些極端情況下 部分患者會被裝在冰袋內降溫 翠珠峰黃城不斷打破高溫記錄 和高溫相關的死亡人數只在上升 星期三 馬里科派原公共衛生部宣布 今年至今為止已經確認 有18人因為酷熱死亡 最新的O1報告顯示 33%的死亡來自75歲或以上的老人 33%的死亡來自無價何貴的人 氣象學家克里斯托弗·佛特表示 沒有任何其他主要美國城市 擁有比鳳凰城更長的豪熱天氣 6月和7月 整個地球的高溫都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 根據緬因大學氣候再分析而數據 本月幾乎每一天 全球平均氣溫到5月2023年 之前記錄的非官方最熱日 過去7日內 美國欺漿站打破了860多項的高溫記錄 美國時間7月19日 據美聯社報導 根據社交媒體上的公司內部電子郵件顯示 除非有醫生證明 營人樓、漢堡連鎖店 將禁止五個州的員工戴口罩 據報導 這個政策主要針對阿里桑那州、福羅阿多州、內華達州、 德克薩斯州和猶他州的員工 這間快餐聯鎖店指出 客戶服務的重要性 以及在考慮健康的同時展示我們員工的微消 和其他面部特徵的能力屬於所有個人 加州和俄羅江州都制定了法律 禁止僱主阻止員工戴口罩 該政策將於在8月14日生效 實用於五個州的所有In&Out員工 但是該需要配戴口罩或其他防護裝備 被執行工作責 譬如是噴漆的員工除外 備忘錄稱如果員工不遵守規定 可能會面臨處分紀錄 包括解僱 另一份備忘錄針對加州和俄羅江州的In&Out員工 亦都鎮定了新的口罩指南 同樣將會在8月14日生效 但與其他州相比 加州和俄羅江州的員工 仍然可以選擇在商店內戴口罩 備忘錄稱這些口罩必須有 公司提供的N95口罩 並補充說希望配戴不同口罩的員工 必須有提供有效的醫療證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全部內容 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 和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 我們下次再見